家屬抱着小孩冲进急诊室 期盼能等到一线生机 无奈多次进出及救世后 脸色越来越凝重 天真的小孩一脸茫然 大人泪水再也止不住 原来他们的亲人在进行污水管维修时 疑似硫化氢中毒 救护人员从污水潮将他们揪起时 已经没有意识失去呼吸心跳 氧气20.8 硫化氢那边是30 检测仪必必作响 劳工局紧急到场检测 发现污水潮的硫化氢 近超标三倍 污水经过细菌的分解 它会产生这个东西 就是硫化氢 它就是一个污水池打开来 没有做一个通风排气的状况 直接就进入这个污水池 造成他们有这个中毒的这个部分 消防局下午4点多接获报案 所有工人适中 到场时却找不到人 后来在污水潮内发现三人 都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水深大概是一米 那到达现场的时候 发现人员已经是趴在 有的沉在水里面 有的趴在水上 那我们的人员在架梯跟用绳索 一个一个把他们带上来 此期志工也道愿关心 继续关怀还是尚未问金 那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如果他要需要我们再帮忙什么 以后后续我们也会继续关怀 念佛护送往生者上救护车 志工也回到殡仪馆进一步了解 希望能及时给予家属协助和依靠 大家讯会派云震 叶宜林高雄报道 感谢观看